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有所谓的特殊的线 一个叫斜线 那我们上礼拜的课堂作业就是让各位练习斜线 有三种类型的斜线 那所谓的前平线 水平线跟侧平线 那它个别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上次都讲过了 所以这是第二种类型的特殊的直线 叫斜线 那当然它有分三类 前平 水平跟侧平 那它的投影图在第三项线 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 那另外还有一个叫正垂线 正垂线就是垂直 更前面 这个叫正垂线 正垂线的话就是它垂直某个投影面 所以它跟另外两个投影面是平行 所以有水平前平 水平侧平跟前平侧平 那它的投影图长这个样子 这是上礼拜课堂作业的六个图 那这六个图当然你就要把它记清楚 它大概它在空间中的跟投影面的关系 以及它转换到投影图上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你要把它记清楚 好 那这个只是稍微再提醒一下 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普通的就是叫附斜线 就是跟三个投影面都没有所谓的特殊的平行 或垂直关系 那这叫附斜线 那附斜线当然它的投影图就反正跟 就没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会发生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利用它的投影图 去找出这个附斜线 它跟三个投影面的夹角 以及它跟它的实际的长度 因为我们今天谈的都是正投影 所以如果你是附斜线的话 三个投影面的投影图 基本上都不会是true lens 也没办法去看出它的角度 所以我们说必须透过类似 其他的一种特殊的方法 所以上礼拜我们有提到 附斜线它怎么去找时长 跟三个投影面的夹角 那利用第一个方法 就是直角三角形法 直角三角形法 这个我们今天也会用到 所以上礼拜做的要记住 上礼拜我们旁边做过这个 不过反正这礼拜作业就会用到 直角三角形法 就是说我们看这个立体图很清楚 我虽然这个它的投影 它的投影水平投影跟直立投影 虽然它没有代表它的时长 但是我从这个立体图 我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可以在 就是说把这个三角形 把这个直角三角形 把这个直角三角形 拉到哪边拉到水平投影这边来画 就是类似把这三角形 把它平移下来 平移下来 这个底边跟这个底边是一样的 然后把它倒下来 所以这个三角形就是这个三角形 所以它的底边是跟我的水平投影是一样的 那它的高呢 高正好就是代表什么 它在直立投影这边什么 直立投影的高差 这就是它的高 所以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把这个直角三角形画出来 那画出来结果我们就知道 它的这个斜边就是它的True Lens 就是它的True Lens 那它的这个 某一个角呢 这个角就是它的什么 Alpha 类似这样的概念 所以同理呢 我们也可以去画它的什么 它的Beta 那另外Gamma也是同理可以画出来 所以这个叫做直角三角形法 那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叫做倒转法 那倒转法概念跟直角三角形的概念差不多 只不过它是直接把整个这个平面 这个类似T形 刚刚是画三角形 现在是画T形 画T形 那你可以从立体图看出来 就是它把这个T形呢 搬到这边来画就对了 所以它这边的长度 就是类似这边的长度 好 所以这个长度跟这个长度一样 这个长度跟这个长度一样 这个长度跟这个长度一样 好 把它连起来 这个就是它时长 那这个 这边把它做一个平行的 过来 那这个就是它的什么Alpha 好 所以这个倒转 倒转法的概念 跟那个 我们制造三角形 其实大同小异 大同小异 这上礼拜提过的 那这是一样的 如果是在Beta那边的话 对吧 Beta那边就把这边拉到这边来画 所以是一样的概念 所以我们上礼拜 有类似 看过几个 两个立体 就是一个乙枝直角 乙枝它的琴角Alpha要投 求 除了Alpha之道之外 当然它的乙枝条件 就是水平投影之道 然后直立投影一个点之道 那我们利用这个Alpha 等于乙枝30度 可以求出什么 另外一个B的SuperV 这个B在直立投影的夹角 这个是我们上礼拜看的 那另外一样 如果乙枝到直线的时长 那怎么去筹另外一个投影点 这是我们上礼拜看过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就是说 呃 就是 点 直线上的点 直线上的点 我们上次有提过说 我们是正投影嘛 所以正投影它有所谓的 重属性跟定比性 那 重属性的话 反正它就会属于它嘛 那你的点 直线上的点 当然是重属于 重属于它的什么 重属于它的投影 所以像这个AV上面的一个点C 所以它的CH跟它的C SuperV 接下来这边 大家可能稍微有时候会觉得 奇怪 为什么有时候水平投影跑到上面 磁力投影跑到下面 那这个代表就是一个是水平 一个是第三向线投影 这个像 像如果我们把水平投影一次放在上面的话 那这个代表我们在做第三向线投影 那大家到现在应该也知道了 第三向线跟第一向线投影 其实大同小异 它的意思是一样 尤其上礼拜你们画过那个图之后 应该知道吧 第三向线投影跟第一向线投影 基本上只不过位置变而已 但是它的特性是一样 那像这边 所以C点是在AV上 所以它的水平投影跟它的直立投影 也会在上面 那另外像这个呢 你看 A跟AB这条直线 但是D跟E这两个点 它的某一个点 它的某一个投影 像D的直立投影 是坐落在这个 AB的直立投影上 但是它的水平投影呢 并没有在这上面 所以我们就可以判断D 这个点 D这个点 有没有在AB上 应该就没有了 如果像刚才这个C这个点 是在什么 它的水平跟直立投影 都是在对应的投影 投影图上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C这个点 就是在AB这条直线上 那但是像这个情况 D它只有直立投影在这边 但是它水平投影 并没有跟它在一起 并没有跟AB的水平投影在一起 所以D就不在它的什么 不在这条AB线上 那同理也是一样 1 1这个点 因为1的Super V 它的直立投影 并没有在什么 AB的直立投影上 所以这个很容易判断 好 接下来 这个就比较特别 考考各位 这个跟上 上礼拜的东西有关系 那我们刚刚说过 重属性嘛 好 所以AB这个点 AB这条直线 AB这条直线 那 当然它这条直线很特别啊 这跟我们上礼拜谈的某一条直线 是一样的吧 从这投影图你应该就知道 它怎么样 AB这条直线 基本上是垂直我的 虽然它是第三向性的投影 H在上 V在下 那这个是什么线 赶快想一想啊 这是什么线 怎么会长成这个样 什么线 会连起来垂直我的主机线 什么投影 什么样的线 什么样的特殊直线 我们上礼拜就讲过 那六个特殊直线啊 是哪一个线会得到这个结果 测平 是不是 测平线 因为你跟测头一面平行 所以你的水平投影 或直立投影 它的连线会垂直主机线嘛 这样 没想到 测平线 所以测平线是什么 平行测头一面嘛 好 那现在 我在这上面 找 上面找有一个点 叫K 那K的Super H 跟K的Super V 这个K点 看起来 它的水平 直立投影 直立投影跟水平投影 都在它的什么 都在它对应的线上 都在对应的直立投影跟水平投影线上 那所以如果我们应用重属性的概念来看 K这个点有没有在 A B线上 如果从重属性来看 重属性的意思就是我属于它嘛 所以我的直立投影跟水平投影 都是属于它的对应的水平跟直立投影的话 这样看起来 K 好像是在A B线上 是不是 但是不要忘记今天你是什么 特殊的直线就要特别注意 而且我们今天只看它的什么 两个投影面 就是水平跟直立投影 但是我们如果再仔细来看看 因为我们说过其实还有一个什么 定比性 定比性就是等比例 等比例的概念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大约来看一下 A的Super V到K的Super V 比去K的Super V到B的Super V 这两个比例 跟A的Super H到K的Super H 这条线段 跟K的Super H到B的Super H 这个线段 它的比例好像不太一样 那它的比例不一样 代表什么意思 它的比例代表不太一样 就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是K点就不在它的线上 那你说那你的 刚才不是像这样的情况之下 它都已经满足了吗 就是它的重属性吗 但是为什么 AEV这条线是负斜线 现在在这边是负斜线 负斜线就是没有特殊的关系嘛 所以它只要满足重属性就好了 但是现在AEV这是一条特殊的直线 它是测平线 那测平线有可能 有可能怎么样 有可能它即便是符合 类似它的水平跟直立的重属性 但是我们如果光看这两个托线面不清楚啦 你还要 如果要光看这两个托线面 你还要再 double check 一个什么 一个叫定比性的概念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 不 现在其实你可以稍微画一下 现在这是水平托线 这是直立托线 我们再画一条线 然后我的测投影在这里嘛 你可以把它的测投影去画看看 你去把它的测投影画出来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K点 它在测投影面 是不会 它的K super P 就不会在A的Super P 跟B的Super P的那条线上 你们如果其实 对啊 如果你们现在稍微 动手画一下 你可以画出来 就这两条 就这个线段 是测平线 测平线上礼拜画过嘛 对不对 第三项线的测平 第三项线的测平线 那你这个K 你故意把它抓两个 比较极端的 不一样比例的 然后你把它画过去 测平线 测投影面 你就会发现 这个K点 就不会落在它的线上 那这种情形是怎么样 怎么会这样 你可以自己想想看 如果假设今天我把 黑板 前面这边当成是直立投影面 那我把地板 当成是水平投影面 我把窗户这边 当成测投影面 那我今天有一条线 我有一条线 假设这个当成是一条线 这是一个测平线 那这条测平线 那这条测平线 就平行我的窗户嘛 那 平行我的窗户 所以我从上面照下来 它的水平投影 跟我从上面照过去它的直立投影 就会垂直主机线 那这条 那这条 那这个点 这种情况会发生在什么时候 发生在什么 发生在这个点 这个点正好 也跟它在同一个平面上 这个点如果跟它在同一个平面上 我从上面照下去 这个点 当然就会 跟这条直线 就会有一个重叠点 那同样的我从这边照过去 正投影 直立投影 正投影 一样它也会被它遮住 但是我直接丢到测投影去 它就怎么样 它就看得出来 它其实是什么 这个点就不会在这条线上 所以 所以就是 这种情形发生的情况 就是刚刚说过的 这条直线 因为这条直线 是特殊的直线 是测平线 那你正好你的点 你的点 又正好落在它的 这条线的上面 那这样的话 你的正投影 在水平投影 跟直立投影 都会满足这种情形 但是在测投影那边 你从侧面看 就很明显了 你从上面看 好像遮住嘛 从前面看 好像也遮住 但是你从侧面看 就不见了 不是不见了 侧面看就很清楚 它就是 就这条线 跟这个点 就不会是什么 不会重叠在一起 那因为 那我们 那因为现在 我们只看两个投影面 所以我说 如果你们把第三个投影面 也把它画出来 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那因为现在只受限于 两个投影面的关系 所以 这种特殊的直线 在判断它的空间的 关系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那如果我们只是要 透过这两个投影面 来判断的话 那你就要特别注意 要把这个定比性的东西 加进来 所以如果你今天 像这条测平线 那你如果不看测投影面的话 你去比较它的这个比例 如果它也是符合定比性 或所谓的等比例性的话 那当然这个K点 这个K点 就一样还是会 坐落在这个 所谓的AB的线段上 所以这是直线上面的点 的判断 有时候 有些比较 像这种都很明显 这个很明显 但这个就比较 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另外 我们上礼拜 有提到一个概念 叫做Trace 我的直线跟投影面 会有一个 无线延伸的话 就会产生一个焦点 这个焦点呢 我们把它叫做Trace 那它有两个 基本上 三个 如果 三个投影面 那延伸 跟我的水平投影面 的焦点叫水平基 跟直立投影 叫直立基 跟側投影 叫側面基 所以这个是都一样的概念 那因为我们一般来线 你先会给两个点 那两个点 无线延伸 就会产生这个 所谓的Trace的概念 所以这个是我们上礼拜 好像也有看过的一个东西 A B 这条线段 那 当然A点跟B点 都是在第一向线 那你把它无线延伸 无线延伸 之后 你就会得到一个什么 得到一个水平基 这叫水平基 那这个呢 这个叫直立基 所以側到这两个点 N Capital N 这个代表就是 直立基 Capital M 就代表水平基 那这个东西 这个Trace 怎么画出来呢 Trace其实很简单 我们看它的投影图 它的水平 直立 这边回到第一向线投影 所以这个 主机线以上是 直立投影面 主机线以上是 水平投影面 那你把它的这个水平 直立投影延伸 你把它的水平投影也延伸 好 延伸到什么地方 延伸到这个 跟主机线 它各会有一个焦点嘛 各会有一个焦点 那这边也一样 延伸上去 这边有一个焦点 然后对应上去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两个点 就是什么 这两个点 其实你对应这边来看 你就很清楚知道 这个M是什么基 Capital M 这样拉下来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水平基 那这个水平基的点 这个点 我们上次有没有看过 在前一张 前一张我们在讲 那个空间中的点啊 这个点 有没有看过 水平投影 这边有个点 但它的直立投影 跑到主机线 那这个点代表什么意思 这上次的作业不是有写过了吗 这边有没有看过 这个M点是什么 这个投影点啊 这个已经是投影在投影面上 那这个M点 正好它的水平投影在这边 它的直立投影正好在主机线 那这种点是什么 坐落在哪里 它在水平投影面的这边 正好在水平投影面的上面嘛 然后在直立投影面的前面 OK 然后N呢 N正好也是一样 你看得很清楚 这边从立体图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那我们说 考试基本上是没有立体图啊 考试没有立体图 你就只有 只能够从什么 从投影图去判断 所以你要从投影图 反推回它立体图的概念是什么 所以你 如果不看立体图 你就要能够去推出 今天M告诉你 它的水平投影在这里 直立投影在主机线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点 你要能够去把它描述出来 那这个N也是一样 所以好 那AV这样子把它延伸之后呢 它得到这个M跟N这两个点 这两个点正好就是落在 一个落在水平投影面上 一个坐落在直立投影面上 所以一个就是水平机 一个就是什么 直立机嘛 好 那当然你把它再无限延伸上去 就刚才同样的这个图 你再把它无限延伸下去 但也不用无限啦 我们就是再把它延伸一部分下去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条直线它会穿越过哪些向线 为什么 因为AV AV它现在都是在第一向线 对不对 然后呢 AV往下这边走过来 它这边往下延伸到这个点 N的SUPERV到这里 然后N的SUPERH在这里 那再继续往下延伸过来 接下来它的直立投影就跑到 什么 跑到下面来啦 然后呢 它的水平投影还是在下面 所以 这样的点 因为我们说过 其实这上面就是每一个点 这样延伸过来嘛 这样每一个点往下延伸之后 代表 当你的 原来是在第一向线这个区块 穿越过这个水平机 这是水平机嘛 穿越过水平机 跑到哪里去了 跑到第几向线 这又是点啊 这是第几向线 C的直立投影跟水平投影 在主机线下 就是第四向线 跑到第四向线来 好 那一样 直立机 穿越过直立机之后往上 它的水平投影跟直立投影 都是在主机线上面 所以这个代表它从第一向线 穿越过直立机之后 跑到哪里去了 跑到第二向线去 所以从这个投影图 你就要能够去讲出 这条直线它在空间中 它的orientation 它的这个变化是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这边就是 那这个trace 基本上代表就是一个什么 类似一个灵界 一个critical point 一个灵界点 穿越过那个灵界点 你就从某一个向线 跑到另外一个向前去了 所以这个 你要看这个投影图 去说一个故事 当然没有那么严重 就是讲一件事情出来 好 所以同理呢 这边也是一样 现在 上次其实看过类似这个图 C C跟D这两个点 构成CD的直线 好 那现在是D向线投影 所以 在主机线以上 这个CSUPERV 这边是CSUPERH 然后呢 第一点反过来 第一点是跑到哪里去了 D的SUPERH 是在主机线上 它的直立投影在主机线上 所以D是在第几向线 第三 对不对 一个在第一向线的点 跟一个在第三向线的点 然后我把它连起来 那这个代表的就是 它的投影图嘛 好 一个点是在 一个端点是在第一向线 一个端点在第三向线 然后呢 我把它连起来 那连起来这条直线 当然就代表CD直线嘛 那这条直线 它会穿越过哪些向线 当然一定会穿越 一定至少 一个一定会在第一向线 一个一定会在第三嘛 但是它会穿越哪些向线 所以这时候 你可以从这个trace 搭配trace来判断 对不对 那这我们上礼拜稍微有看过了 所以你把这样延伸过来 这样延伸过去 好 从这边延伸过去 你第一个 它的这个水平投影 你会先碰到这个主机线 对不对 得到一个点 假设我们叫做N好了 是N的super h 在主机线上 那N的super v在这里 所以代表它会先穿越过 穿越过哪一个投影面 从第一向线 它会先穿越过哪一个投影面 穿越过直立机之后 跑到哪里去了 跑到这边来了 那这边的所有的点 的水平投影跟直立投影 在主机线上面 所以这是什么向线 第二向线 所以之前点的概念 点的投影 要知道 之前点的投影 我不是说过 虽然很简单 但是它是所有的基础 所以穿越过这个直立机之后 它跑到这边 所有的点 这条直线跑到第二向线 因为它代表这边所有的点 都是在 它的水平跟直立投影 都是在主机线上面 然后接下来 在穿越过第二向线之后 跑到哪里去了 跑到这个点 m这个点 因为这时候 你的m super v 跑到主机线来 然后你的m super h 在上面 所以这个点是什么点 这个点也是一个trace 但是这个trace 但是这个trace是位在哪里 这个trace是哪里 是一个水平基 没错 但是它这个trace 是在哪边的水平基 是 是 在水平投影面上 对不对 但是它是在直立投影面前 还是直立投影面后面 应该是 后面 这样看得懂吗 这个直立机知道了 直立机就从第一向线 跑到这个直立机 所以它直立机 这时候是在直立投影面上 而且在水平投影面上面的那个直立机 但是在穿越过第二向线之前 穿越过第二向线 要跑到第三向线之前 它的这个什么 水平基 这个水平基 它的m super v 在主机线 m的super h 跑到上面 所以这个水平基 是 是在水平投影面上 但是它的 它的位置是在水平投影面的直立投影面前 还是直立投影面的后面 后面 这样会不会想 能不能想象的出来 能不能推论的出来 翻一下课本 前面的第一章 这个是什么点 这是一个特殊的点 但是那个点 它的什么 它的直立投影是在主机线 但是它的水平投影是在主机线上面 所以这个点的位置在哪里 是在水平投影面上 但是在水平投影面 那水平投影面 那水平投影面跟直立投影面 不是有垂直吗 对不对 是在直立投影面的前面的那个水平投影面 还是在直立投影面的后面的水平投影面上 有没有 是不是在 有没有像m这个 有没有 所以那个是代表什么 那个点怎么讲 要怎么讲 在水平投影面上 但是是在水平投影面的直立投影面 后面的那个水平投影面上 好 有点饒舌 这样能不能想象出来 m m这个点 想不出来 这只有到点而已 我们以后还有面 点线面 光这个点 如果把大家已经搞七分八数了 这个空间的逻辑特理其实都很简单 但你的基础就是 类似要被99乘法表一样 你的基本功要扎实 才能够接下来能够往上去推理 对不对 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推理 我想今天不管你是哪个领域的 你所有的推理都是要 在基础上最 fundamental的东西 那这个就是很 fundamental的概念 你要从 fundamental的东西知道的时候 你才能够去往上推 所以这个m这个点的位置在哪边 这个其实你也可以用想象 或是用自己的逻辑推理去想象出来它的位置 然后呢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所谓的水平基 那穿越过这个第二向线的水平基之后呢 它接下来就跑到第三向线 为什么 因为你的低点 这个本来就我们刚刚就知道 DH跟D SuperV正好这样反过来 所以它就是在第三向线 所以这样子的CD直线呢 它是经过直立基 然后跑到第二向线 然后再穿过这个水平基 跑到第三向前去 所以这个看图说故事 你要看这个图就能够说这个故事 那当然 是不是一定都这样 不一定啊 今天如果你的C跟D稍微往下一点 你的这个交线可能是在下面 那可能它就并不一定是穿越第二向线 它第一向线 穿到第三向线 第三向线 它可能是跑第二向线 但是它也可能是跑 第四向线 但是完全是可以从图去看出来 好 好 这个 这样比较好玩啊 对不对 比较可以去花一点脑筋去想一想 而不是只是单纯的 背一些东西 背东西之外 还可以想像 要一些想 推理 好 同样的啊 这个有一个立体图 看起来也没有怎么很清楚 来 说故事吧 这个 换你们说给我听 A点是在哪个向线 A点在第二向线 是不是 A点是不是在第二向线 啊 B点呢 B点在第一向线 对不对 这个要会啊 这个是前一张的基本的东西啊 好 所以知道A是在第二向线 B是在第一向线 好 那你就把它连起来 就变成是A B直线嘛 好 那这个A B直线 它的trace在哪里 trace当然很容易啦 trace当然 因为trace的 trace的位置都是在什么 那个点的位置都是在什么 都会是落在 一个水平头里面或直立头里面上 所以这边你把它连起来 然后你去发现 所以它的trace是落在这里 那这个trace是 是在 是直立基还是水平基啊 C啊 C是水平基 还是直立基 虽然这个是立体图 但这个立体图也看不太出来 这个C是什么基啊 它的水平投影在主基线 它的直立投影在主基线上面 这个一样跟刚才那个点 你看看那个点是 这种C点是坐落在什么地方 是在直立投影面 还是水平投影面上 直立还是水平 直立 直立投影面上 所以基本上这是直立基啊 这是直立基 所以 A从第二向线 跑到第一向线的B点的时候 它穿越一个直立基 那这个直立基的位置 正好是在直立投影面上 而且 而且 这个直立基的位置 是在水平投影面上面的 那个直立投影面上 就是我们说这个水平投影面 啊这个是直立投影面嘛 然后它的是 它的那个直立基 是位在直立投影面上 水平基上面的直立投影面 就类似 它是A在第二向线 B在第一向线 跑过来是穿越过它的直立投影 所以它这个是在上面 好所以 你要从投影图要去看 要能够去解释 那这个呢 A跟B 但B比较容易看 B就是第一向线 那A呢 A在第四向线 A在第四向线 所以从第四向线 要跑到第一向线 那它当然这个直立 它有个穿越嘛 穿越这个trace在这里 所以它的 这时候反而是它的水平投影 是在主机线 它的直立投影 说出来 直立投影在主机线 水平投影在下面 所以它的这个trace 是在哪里 是一个水平基 对不对 那水平基 所以它穿越过 从第四向线 如果从A开始算的话 从第四向线 穿到 穿越过水平基 跑到什么 跑到第一向线的B这里 那这个水平基的位置 是在哪里 水平基的位置 是在直立投影前面 还是在直立投影后面 前面 是因为这个图的关系 这个点 这个点的 懂不懂 所以你看着这个东西 都要能够讲出一个所以然 对不对 这个应该比较好玩 这个就跟我们刚才看的一样 所以 A 然后呢 B 一个是在第一向线 一个是在什么 第三向线 对不对 然后穿越过这两个 穿越过这两个 trace 对不对 那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直立基 一个是水平基 对不对 然后它的位置 是从第一向线 跑到第三 第一向跑到第二 再跑到第三 好 所以这个是 所谓的trace的概念 trace的概念 好 那我们还要看一个就是 平行的概念 空间中介绍 刚才都是看一条线 那我们现在看两条线的关系 两条线的关系 两条线的关系 有很多种啊 对不对 空间中两条线 不外乎就是 平行 那不然呢 箱什么 垂直 平行 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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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合 还有呢 歪斜 歪斜 好 所以有很多种关系 对不对 好 那比较特殊的关系 当然 我们先看最简单的是平行 好 平行 平行的话 如果两条线的投影 就是两条线在空间中是平行 它的投影图是平行 是吗 是啊 这个因为我们有所谓的空间 我们是正投影嘛 正投影都有一定的 所谓的类似重属性的关系 所以A 除了重属性之外 它等比例性 还有它的什么等 好 我们上次还讲一个什么 同数性类似这种概念 AB跟CD 在空间中 如果AB 当然现在这种是最普通的直线 就是负斜线 但是 AB跟CD 如果跟我的直立投影面 都没有特殊的关系 就是负斜线 负斜线 负斜线 两条负斜线 如果它的投影图是平行的话 它的空间中的关系就是平行 这个是比较没有问题的 但 重点是我们刚刚强调 这两条直线如果是负斜线 如果是负斜线 就是 这两条都跟我的直立投影面 水平投影面 跟侧投影面 都没有特殊的关系的时候 那我直接从它的投影图看出来 如果它的投影图是平行的话 它的空间的关系就是平行 这个是很简 但是呢 但是要注意 如果你是特殊直线的时候 就要稍微小心一点 好 这个 是第三项线投影 这个课本有些图都画错了 H在这边 V在这里 但是你的P应该是写在这里 对不对 好 那 那 呃 这又是一个什么线 AB是什么线 CD是什么线 刚刚有看过啦 测平线 测平线 对不对 因为它的连起来的直线 是垂直我的主机线嘛 虽然它是第三项线投影 好 这是第三项线投影 但是第一项线投影是一样的意义 所以 AB是测平 CD 也是测平嘛 好 那 这个情况比较 这是 我们比较可以想象的 所以它转到测投影面 好像也是平行嘛 对不对 好 同样的东西 我现在好像在变模术一样 为什么 这边 这边两个都平行 为什么这边就平行 这边就不平行 有没有看出一个什么端倪 怎么会这样 就是魔术的障眼法 蛤 投影位置 同一个位置 投影位置 投影位置是不一样 对啊 但为什么它的水平跟直立是平行呢 因为这是特殊直线 特殊直线它产生的投影图 就会比较有些特殊的关系嘛 所以我们说 因为是测平线 所以它在水平跟 它的水平跟直立的连线 会垂直主机线 所以今天任何的测平线 都会得到这种情形嘛 任何的测平线 在水平跟直立投影 它的连线都会垂直主机线 所以它看起来 任何测平线看起来都是平行的 在直立投影面跟水平投影面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想像它如果是 那我是说随意的测平线都这样 那所以代表随意的测平线 任何的测平线都平行嘛 任何的测平线不一定平行啊 对不对 今天假设刚才一样 那边窗户是测投影面 那我这两个都测平线 那这也是测平线 这也是测平线 任何的都是测平线 任何的测平线 我从上面看 从前面看 它在直立投影跟水平投影都是平行 但是我往到测投影面一打 它就不是平行 但是它有可能是平行 所以 唯一要看它有没有平行 像这种特殊的直线 你必须要把它的第三个投影面画出来 你才能够知道它有没有平行 所以这是一个很tricky的地方 测投影面 所以测 特殊直线的平行投影要注意 那所以我们还有其他什么特殊的 像什么前平线啊 还有水平线啊 这些东西你要特别注意 它如果是平行的话 你要特别注意看看 它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三个投影面 是不是都是平行的 你才能够去判断它 好 好 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而且主要你看这边 这两个其实有什么差别 它都是ABCD啊 但是 CH DH 这边也是CH 这边也是DH 对不对 但是 我这边的D D Super V是在上面 C Super V在下面 但是这里呢 C Super V跑到上面 D Super V跑到下面 也可以啊 这是测平线啊 但是反过来 有没有 有没有 这样拉过去 这样拉到第三向线投影 不是第三向线 拉到侧头里面 就知道 它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原来的CD 的侧头影 侧头影图在这里 但是 经过这样的上下跌倒之后 它的侧头影图就变这样了 有没有 不是Banana 香蕉 那这个名词而已啦 这只是一个名词 就是说 两个直线 如果 没有 我们之后还要谈一个叫做 两个直线在空间中 不是平行的话 那 但是它又没有焦点 那就是叫香蕉 那如果有焦点呢 叫做 叫做交叉 不是啦 香蕉是有焦点 说错了 香蕉是有焦点 然后 如果没有焦点 叫交叉 这个都是名词上面的用 好 两条直线产生一个焦点 如果 有产生焦点 那焦点 当然 这个焦点 有焦点 这个焦点 当然就是它的什么 它的集合嘛 就代表这个点 同时 假设AB 这条直线 跟CD这条直线 相较于一个点 这个点K 当然是AB上面的一个点 当然也是CD上面的一个点 对不对 就是它的交集嘛 好 那所以 你要判断 我们要从投影图来判断 这两条直线 到底是不是相焦 到底是不是有没有焦点 有没有焦点 那我们就要看看 它在水平或直立投影图上面的这个焦点 这个相焦的这个点 到底能不能构成一个真正的点 构成一个真正的点 那像这个例子来看的话 这个例子来看的话 它的直立投影产生一个焦点 K super b 水平投影产生一个焦点 我们把它假设这样 反正就是一个焦点 这在水平投影 那你把这两个 在直立投影跟水平投影的点 连起来 连起来 如果它能够垂直主机线的话 那就代表这个K是实际上的一个点 那就代表我这两条直线AB跟CD 就会有真的一个焦点 所以它就是相焦 它就相焦 那如果它 它不相焦也不平行 那当然它就是 我们把它叫做交叉 叫交叉 那交叉的话 它就并没有焦点 并没有焦点 但是 虽然两条直线是交叉没有焦点 但是它有可能 不是有可能 它也一定会是在直立投影跟水平投影 还是会有一个什么 还是会有一个焦点产生 但是这个焦点 不代表它真正 代表它相焦的意思 为什么 因为你从立体图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AB CD 那 它的水平投影 因为AB跟CD 它反正是 反正都是副斜线 那你在这边的话 你看 AB跟CD 它 直立 这个直立投影面 直立投影面就是代表 我眼睛 从前方往这边看过去 眼睛往直立投影面看过去 那看过去的过程中间 虽然AB跟CD 没有产生焦点 但是 它的直立投影图 从这样看过去的过程中间 它还是会有一个类似重影点 重复的那个点 所以得到这个点 但这个点不代表它真正的焦点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把这个拉下去看 我把这个直立投影面的这个点 拉下来看 拉下来看 对应 它其实基本上是什么 其实它是在水平投影这边看得很清楚 它其实代表是两个点 虽然我从直立投影这边来看过去 我从直立投影这边看过去 它好像只有一个焦点 对不对 但是其实这个穿越 我这条线代表类似眼睛的射线 我眼睛的射线这样看过去 AV跟CD好像在焦在一个点 焦在这个点 所以我显示在直立投影是有一个点 但是这个点其实 如果我从上再往下看 它其实是两个点 这两个点的位置是 从这边对应下来 你就可以看得到这边就是什么 这边就有两个点 对不对 这边就有两个水平投影点 所以 其实它这边是穿越过两个点 所以同理呢 我在水平投影这边 看起来好像也是有一个什么 也是有一个重影点 重影的意思就是 共 它就是类似从上面去看 是只有一个焦点 但是它对应上去 在直立投影面上 它其实是有两个什么 有两个点 所以 像这种情形 像这种情形 AV跟CD 它就不是相交 而是什么 而是所谓的交叉的关系 交叉的关系 那 那 一样 刚才我们是从前面 从前面 往直立投影面看 这边产生一个焦点 但它其实是两个点 那 水平投影也是一样 水平投影你从上面 往下看 所以这边一条射线下来 从上面往下看 它有个焦点 但其实它对应的是两个什么 两个这个点 对应两个这个点 所以它其实基本上都没有任何的 什么焦点 真正的焦点 好 那 这个图呢 我们待会儿还会再看一遍 还会再看一遍 因为我们可以 透过这个图 我们要去判断 那 这两个直线 基本上是没有焦点 但是它的所谓的叫做遮蔽关系 彼此的遮蔽关系是什么 遮蔽关系我们从立体图就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 就是说 AB跟CD 如果以遮蔽关系来看的话 就是说 其实如果 我眼睛是在这边看过去的时候 我会先看到谁 先看到CD 然后呢 才看到AB 所以CD会把AB遮住 从直立头领面这边来看 就是我 人的眼睛如果放在前面来往这边看 看直立头领面的话 我会知道是CD遮住AB 那但是如果我从上面往下看 从人的眼睛如果摆在上面 从上面往下看 那反而是先看到AB 然后才看到CD 所以代表AB会遮住CD 你知道吗 你说 另外一边是从侧透领面 从这里 左边是哪边 这边啊 这边啊 呃 都是先看到CD 没错 但是我们现在只是说 呃 从重影点我来判断说 从重影点 待会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说 从重影点我们要来判断说 如果我今天人的试点 我们的试点 正头领子都一个试点吗 这个试点如果是在前面来往这边看的时候 从这边往直立头领面去看的时候 他会先看到什么 他会先看到CD 然后才会看到AB 就类似CD 会把AB遮住啦 当然虽然只有遮住这个点 虽然我这边图还是看得到AB其他部分 但是在这个重影点是谁 是CD把AB遮住 是CD把AB遮住 所以我是先看到CD这个点 然后AB这个点是被遮在后面 所以像这边有一个角度 反过来如果是试点是摆在上面 往下看的话 因为正头领子这样看下来 看下来的情况之下 他会先看到 从这个重影点 我们其实是 其实是有两个点 对不对 那其实是先看到什么 AB 然后才看到CD 他有彼此一种 所谓的遮蔽的东西 那这个图其实已经很清楚了 从这个例子 你看过去 CD现在前面 然后AB在后面 所以这个点被它遮住 所以像这边有一个 假设一个 这个它写成M 写成3 3这个点 这边有3跟4两个点 3跟4两个点 3是在CD上面 然后4是在AB上面 那但是3跟4就代表 你从这条射线看过去的时候 它的重影点 它的重影的直立点在这里 但是对应到什么 对应到它的水平投影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对应它的3跟4 所以3H在前面 4H在后面 所以当然3是在CD上 所以我的眼睛 从这边看过去的时候 它会先看到3H 然后才看到4H 就是这样 那反过来 这边也是一样 重影点 在这边 这边有1跟2两个点 1跟2它的水平投影 是重影点在这里 但是它的直立投影 它的1 Super V在上 2的Super V在下 所以我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 会先看到这个 所以代表 会从上往下看 它会先看到AB 然后才会看到CD 好 没有交在一起 有交在一起 就刚刚说过 它如果有一个交点的话 这个交点 一定要符合点的 点的要求 点的要求 点的直立投影 跟水平投影 连线要垂直主机线 那刚才 这个交点连下来 如果假设你今天是用这两个交点 对不对 这连起来的直线是怎么样 没有垂直我的足机线 所以当然它就不是交点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